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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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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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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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要让司机接待外国游客 上海计程车准备了特制的一本英文秘籍 把英文对话都用英文注册来表示 譬如早安Good morning就变成了古德摩尼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中天特派记者在上海的 热得有趣的报导 好 那个宜国你的表现不错 不过下一次要注意的是 你的异扬顿错声音的高低 你可以再加强 还有讲话的时候的重点 你可以把它强调出来 OK 好 黄奕尧 黄奕尧 大家好 我是中天小主播黄奕尧 为了迎接世界播浪会上海出动了4000辆专用计程车 为了要让司机能接待外国游客 上海计程车工会特别制作了一本英文秘籍 把英文对话都改用中文标示 譬如早安 Good Morning 就变成古德摩尼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中天特派记者 在上海的这则有趣的报导 好 奕尧 你表现得不错 然后下次可以注意的就是呼吸的声音 可以稍微小一点 然后还有呢 因为这是快乐的新闻 所以表情可以高兴一些 OK 好 加油 大家好 我是中天小主播张伟坤 为了迎接世界播浪会 上海出动了4000辆的专用计程车 为了要让司机们能接待外国的游客 上海的计程车工会特别制作了一本英文秘籍 把英文对话都改用中文标示 譬如早安的Good Morning 就变成古德摩尼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中天特派记者 在上海的这则有趣的报导 好 表现得非常好 那个韦昆 你的头有动 这是代表自然 这是好的 然后呢 下次就可以再加油 就是头动的时候可以让它动得更自然 了解吗 好 加油 下雨吃 好 来 平胸 坐好 好 准备好 准备好 大家好 我是中天小主播夏雨池 为了迎接世界补兰会 上海出动4000辆专用计程车 为了要让司机能接待外国游客 上海计程车工会特别制作一本英文秘籍 把英文对话都改用中文标示 譬如早安Good Morning 就变成古德摩尼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中天特派记者 在上海的这则有趣的报导 OK 语词表现得很好 然后有一个可以加强的 就是快和慢之间的差别 差异性可以再多一点 然后呢 还有就是 你要下次注意把头发稍微撩起来一点 不然的话你的右边的眼睛 人家都看不到 OK 好 加油 董明月 大家好 我是中天小主播 土米云 为了迎接世界博览会 上海出动4000辆专用计程车 为了要让司机能接待外国游客 上海计程车工会特别制作一本英文秘籍 把英文对话都改用中文标示 譬如早安Good morning 就变成古德摩宁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中天特派记者 在上海的这则有趣的报道 好 那个 这是姐姐对不对 姐姐表现得非常的好 而且你念稿的时候 因为这是一个快乐的稿子 所以你有效 这是非常适当的 然后下次呢 你再把一些咬字抓得更清楚 就会更好 OK 谢谢 很棒 到里面 到里面 大家好,我是中天小主播图以美 为了迎接世界博览会 上海出动4000辆专用计程车 为了要让司机能接待外国游客 上海计程车工会特别制作一本英文秘籍 把英文对话都改用中文标识 譬如早安Good Morning就变成古德摩宁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中天特派记者 在上海的这则有趣的报道 好,美眉表现得也非常的好 然后跟姐姐相比呢 就是姐姐的表情比较自然 然后这个地方你可以学姐姐 然后那个美眉的咬字比较清楚 那这个姐姐呢是可以学美眉 OK,好,表现得都很好 许兴儿 大家好,我是中天小主播 为了迎接世界博览会上海出动4000辆专用计程车 为了要让司机能接待外国游客 上海计程车工会特别制作一本英文秘籍 把英文对话都改用中文表示 譬如早安Good Morning就变成古德摩宁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中天特派记者 在上海的这特有趣的报告 好,星云你表现得很好 然后咬字也非常的清楚 那下次呢就整个念的节奏可以稍微快一些 还有这个声音的高低起伏也可以再注意一下 就会表现得更好了 OK,嗯,加油 好,下一位 听说你要说你是中天小主播谁谁谁 高维轩 好,好,来准备 大家好,我是高维轩 大家好,我是中天小主播高维轩 为了迎接世界博览会 上海出动4000辆专用计程车 为了让司机能接待外国游客上海计程车 工会特别制作一本英文秘籍 把英文对话都改用中文标示 譬如早安Good Morning就变成古德摩宁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中天特派记者 在上海的这则有趣的报道 好,那个维轩你表现得也很好 然后咬字也非常的清楚 那下次要注意的就是休止的地方 就是该停的地方你就要停 这样的话句子跟句子之间 观众就比较容易听得清楚 OK,好,加油 陈奕伦 大家好,我是中天小主播陈奕伦 为了迎接世界博览会 上海出动4000辆专用计程车 为了要让司机能接待外国游客 上海计程车工会特别制作一本英文秘籍 把英文对话都改用中文标示 譬如早安Good Morning就变成古德摩宁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中天特派记者 在上海的这则有趣新闻 好,一轮表现得也非常好 你是有点紧张 这是第一次 不过慢慢的你就会有点习惯 然后下一次就是念稿的速度 可以稍微快一些 好不好 好,嗯,很棒,加油 不谢 张乔杰 张乔杰 好,那你需要话 大家好,我是中天小主播张乔杰 为了迎接世界博览会 上海出动4000辆专用计程车 为了让司机能接到外国游客 上海计程车工会 特别制作一本英文秘籍 把英文对话都改用中文标示 譬如早安Good Morning就变成古德摩宁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中天特派记者 在上海的这则有趣的报道 好,乔杰表现你也非常好 你的声音很不错 但是是不是也是有点紧张 不过这是第一次 以后多了你就会习惯 就会越来越好 OK,嗯,很棒,加油 李兆熙 李兆熙 大家好,我是中天小主播李兆熙 为了迎接世界博览会 上海出动4000辆专用计程车 为了要让司机能接到外国游客 上海计程车工会特别制作一本 从英文秘籍把英文对话改用中文标示 例如早安Good Morning就变成古德摩宁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中天特派记者 在上海的这则有趣的报道 好,宙熙,你的表现也非常好 你也很顺 不过下次要记得的就是 你讲话的时候 声音能够比较足一点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大一点 比如说 比如说我会讲 大家好,我是中天小主播史哲伟 对不对 那你讲话就会 大家好,我是中天小主播李宙熙 你知道这中间的差别了吗 下次从这个方面 对,而且声音稍微的让气比较足一点 对,好不好 嗯,加油 赖喜元 大家好,我是中天小主播李宙熙 大家好,我是中天小主播李宙熙 是千辆专用计程车 为了要让你机能接待 接待外国有客上海记车车工会特别 只做一本英文密集 把英文对话都改 用中文字 譬如早安 Good morning 就变成 Good morning 现在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中天测 派记车车 在上海的做成 很有趣的表达 好,雪元 你表现得非常好 然后那个你的稿子看你也非常的努力 而且好处是你看的时候 你有没有紧张 嗯,一点点而已 对,我也是觉得你只是一点点而已 然后这个不紧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然后你继续加强你就会更好 OK 好 嗯,很棒 加油 好,来准备 大家好,我是中天小主播 彭心佩 为了迎接世界博览会 上海出动四千辆专用计程车 为了要让司机能够接待外国游客 上海计程车工会 特别制作一本英文密集 把英文对话都改用中文标示 譬如早安 Good morning 就变成 古德摩宁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中天派记车 在上海 这则有趣的报导 好,心佩你表现得非常的好 然后该注意的都有注意到 然后下一次就记得的是 因为这是一个轻松的东西 所以你就可以带一点点效益 这样它就会更棒 OK 嗯,加油 很棒 大家好 我是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天小主播欧阳娜娜 为了迎接世界博览会 上海出动4000辆专用计程车 为了要让司机能接待外国游客 上海计程车工会特别制作一本英文秘籍 把英文对话都改用中文标示 譬如早安Good morning 就变成古德摩宁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中天特派记者 在上海的这一则有趣的报导 欧阳妹妹你表现得也非常的好 尤其你会笑这是很重要的 因为这是一个轻松的新闻 然后下次可以再加强的 就是这个强调字的部分 还有那个休止 就是什么时候停 然后就有间隔 这样可以让大家听得更清楚 OK 很棒 加油 王和轩 王和轩 好 你需要坐好 带个点 大家好 我是中天小主播王和轩 为了迎接世界博览会 上海出动4000辆专用计程车 为了要让司机能接待外国游客 上海计程车工会特别制作一本英文秘籍 把英文对话都改用中文标示 譬如早安 Good morning 就变成古德模宁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中天特派记者 在上海的这则有趣的报导 好 那个和轩 你的表现也相当的不错 错 尤其是该强调的地方 你有注意到 然后下一次呢 就是呼吸换气的时候 可以再小心一些 就是声音就不会那么大 OK 加油 很棒 大声抱着 心音 张爱雅 好 肯定胸后 好 大家好 我是中天小主播 为了迎接世界博览会上上海出动4000辆专用计程车 为了要让司机能接待外国游客 上海计程车工会特别制作一本英文秘籍 把英文对话都改用中文标本 譬如早安 Good morning 就变成古德模宁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中天特派记者 在上海的这则有趣的报导 好 那个 爱雅 该注意到的你都有注意到 你表现得也很不错 然后下次注意的就是 可以让自己的表情再轻松一些 因为这是个快乐的新闻 OK 很棒 加油 林怡萱 大家好 我是中天小主播林怡萱 为了迎接世界博览会 上海出动4000辆专用计程车 为了要让司机能接待外国游客 上海计程车工会特别制作一本英文秘籍 把英文对话都改用中文标识 例如早安 Good morning 就变成Good morning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中天特派记者 在上海的这则有趣的报导 好 宜萱表现得也非常好 那下次要注意的就是 你念的速度可以再慢一些 慢一些的话就会更清楚 好不好 好 加油 好 黄亦军 黄亦军 大家好 我是中天小主播黄亦军 为了迎接世界博览会 上海出动4000辆专用计程车 为了要让司机能接待外国游客上海 计程车工会 特别制作一本英文秘籍 把英文对话都改用中文标识 譬如早安 Good morning 就变成古德摩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中天特派记者 在上海的这个有趣的新闻报导 好 那个义军 你表现得也已经很不错了 因为你紧张对不对 好 然后你紧张的时候 手会这个样子 所以下次记得一件事情 就是就算紧张的时候 手还是放在那边 然后人家就不会知道你紧张 好不好 这样的话你就会表现得更好 已经很不错了 OK 加油 大家好 我是中天小主播侯军仪 为了迎接世界博览会 大家好 我是中天小主播侯军仪 为了迎接世界博览会 上海出动4000辆专用计程车 为了要让司机能接待外国游客 上海计程车工会 特别制作一本英文秘籍 把英文对话都改用中文标示 譬如早安 Good morning 就变成古德摩宁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 中天特派记者 在上海的这则有趣的报导 好 那个军仪表现得非常好 尤其你的表情会笑 就很重要 因为这是一个快乐的新闻 然后呢 再来呢 就是下次再看到这个稿的时候 你的速度 你的快和慢 可以再加强一点 这样的话观众会听得更清楚 OK 很棒 继续加油 直接讲吗 对 报导姓名是谁 陈诗琴 好 准备 坐高一点哦 好了 坐好 大家好 我是中天小主播陈诗琴 为了迎接世界博览会 上海出动了4000辆专用计程车 为了让司机能接待外国游客 上海计程车工会 特别制了一本英文秘籍 把英文对话都改用中文标示 譬如早安 Good morning 就变成古德摩宁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 中天特派记者 在上海的这则有趣的报告 报导 好 那个事情你表现得 已经非常的好 因为你刚刚制作了一本 你讲制了一本 对不对 但是你就直接把它念过去 这是很重要的 然后呢 那个报告呢 跟报导的 下次也就记得 报告就报告了 就不必再报导了 这样的话就会更好 就会白纸干头更进一步 OK 继续加油 谢谢 谢谢 拜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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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大家好我是中天小主播 為了迎接這次世界博覽會 上海出動了4000輛專有計程車 為了搖輪司機可以接待外國遊客 上海計程車公會特別製作一本英文秘籍 把英文對話都改用成中文標示 譬如早安Good Morning就變成古德摩尼 現在就讓我們來看看中天特派記者 在上海這則有趣的報導 中美媒你表現也非常的好 尤其是強調字該有的你非常的注意 然後下一次呢就是你是不是有點緊張 對然後下次要記得就是 如果能夠笑一點點的話 那就會更好 因為這是一個輕鬆的新聞 OK 謝謝 很棒加油 謝謝 很棒加油 大家好 我是中天小主播羅玉涵 為了迎接世界博覽會 上海出動4000輛專用計程車 為了要讓司機能接待外國遊客 上海計程車公會特別製作一本英文秘籍 把英文對話都改用中文標示 譬如早安Good Morning就變成古德摩尼 現在就讓我們來看中天特派記者 在上海的這則有趣的報導 好 郁涵你的表現也非常的好 該注意的你都有注意 然後下一次呢就是燉的時候 像大家是通常是燉的 燉的時間可以再延長一點 然後你的話呢 你燉的時間可以再稍微縮短一點 也就會更好了 好 非常好 加油 謝謝 謝謝 張宇敏 好 你休想到 你休想到 太深了 好 你休想到 來 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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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中天小主播張宇敏 為了迎接事件博覽會 上海出動4000輛專用計程車 為了要讓司機能接待外國遊客 上海計程車公會特別做 製作一本英文秘籍 把英文對話都改用中文標示 譬如早安Good Morning 就變成GOOD MORNING 現在就讓我們來看中天特報 記者在上海的這則有趣的報導 好 那個余敏 你表現的一個非常好的是 中天特報記者 你就直接念過去了 就不要 中天特報特派 所以你剛剛那樣的表現是 楚遍不禁非常好好加油 然後下一次 還有呢就是 你的速度的快和慢 可以再稍微的再琢磨一些 這樣他你就會更棒 OK 你很棒加油 謝謝老師 下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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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子麟 郭子麟 好 來你胸坐好齁 標準不要錯可以抓 來準備 對 對 大家好 我是中天小主播郭子麟 為了迎接世界博覽會 上海出動四千輛專用計程車 為了要讓司機能接待外國遊客 上海計程車公會 特別製作了一本英文秘籍 把英文對話都改用中文標示 譬如早安 Good morning 就變成古德摩尼 現在就讓我們來看中天特派記者 在上海的這則有趣的報導 好 那個指令你也表現得非常好 然後有兩個地方可以注意的 就是你的速度 可以把它快慢之間分得更清楚 然後再把那個強調的字 再強調一些的話 就會變得更好了 OK 嗯很好 繼續加油 王岐外 大家好 我是中天小主播王岐偉 為了迎接世界博覽會 上海出動了四千輛專用計程車 為了要讓司機能接待外國遊客 上海計程車公會 特別製作一本英文秘籍 把英文對話都改用中文表示 譬如早安 Good morning 就變成古德摩尼 現在就讓我們來看 中天特派記者 在上海的這則有趣的報導 好 其實你表現得非常好 有一個地方要注意的就是換氣 和換氣的時間 然後把這個東西抓好了以後 你就會變得更棒 OK 嗯 加油 你很棒 黃雨紅 黃雨紅 黃色的黃 宇宙的魚 然後公司紅 大家好 我是中天小主播黃雨紅 為了迎接世界博覽會 上海出動四千輛專用計程車 為了要讓司機能接到外國遊客 上海計程車公會 特別製作一本英文秘籍 把英文對話都改用中文標示 譬如早安 Good morning 就變成古德摩尼 現在就讓我們來看 中天特派記者 在上海的這則有趣的報導 好 好 雨紅你也表現得非常好 那下一賽還可以再注意的 就是強調的字 讓它變得更明顯的話 那觀眾就會聽得更清楚了 OK 很棒 繼續加油 謝謝 謝謝 大家好 我是中天小主播王岐軒 為了迎接世界博覽會 上海出動四千輛專用計程車 為了要讓司機能接待外國遊客 上海計程車公會 特別製作一本英文秘籍 把英文對話都改用中文標示 譬如早安Good morning 就變成古德摩尼 現在我們就來看 我們就來看中天特派記者 在上海的這則有趣的報導 好 齊全你表現得非常好 然後有幾個要注意的 第一就是那個 你不用朝麥克風 你不用靠著麥克風講話 你講話麥克風可以抓得住 然後第二就是 後面講錯的地方 你就讓它錯下去 就只要不是一件事情 譬如說不幸的意外 如果說死亡人 不幸往生的人數是 一人你把它說成一百人 那這當然就是要改 但是如果是一些小的東西的話 你就直接直接的把它唸過去 當作沒事一樣 OK 加油 很棒 王家榮 王家榮 請兄坐好 準備 大家好 我是中天小主播王家榮 為了迎接世界博覽會 上海出動四千輛專用計程車 為了要讓司機能接待外國遊客 上海計程車公會 特別製作一本英文秘籍 把英文對話都改用中文標示 比如早安 Good Morning 就變成 Good Morning 現在就讓我們來看中天特派記者 在上海的這則有趣的報導 好 家榮你也表現得很好 你是不是有一點點緊張或害羞 你知道我怎麼看得出來嗎 因為你在搖椅子 所以呢 因為所有的播報的椅子 都是可以搖的 所以下次就記得 如果害羞或緊張的時候 還是不要搖椅子 這樣的話就會更好 OK 加油 很棒 潘一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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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中天小主播潘一璇 為了迎接世界博覽會 上海出動四千輛專用計程車 為了要讓司機能接待外國遊客 上海計程車公會 特別製作一本英文秘籍 把英文對話都改用中文標示 譬如早安 Good Morning 就變成古德摩尼 現在就讓我們來看中天 特派記者在上海的這則有趣的報導 好 宜璇你的表現也非常的好 那個該快該慢的該強調你都有 不過下次的時候精神可以更足一點 因為這是一個快樂的東西 好不好 大家就可以被你感染到 好 很棒 加油 大家好 我是中天小主播黃宇恩 為了迎接世界博覽會 上海出動四千輛專用計程車 為了讓司機能接待外國遊客 上海計程車公會 特別製作了一本英文秘籍 把英文對話都改用中文標示 譬如Good Morning 就變成古德摩尼 現在就讓我們來看中天特派記者 在上海的這則有趣的報導 好 宜璇你表現也非常的好 那下次還可以再記得的是 第一就是那個強調的字 可以把它再強調一點出來 然後第二就是講話的時候呢 身體動是很自然的 但是不要規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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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這樣子 這樣 你懂我的意思嗎 這是小東西 但是小東西那個就是更注意了以後 就像大家一樣 小小的東西都注意了以後 大家的表現都會更好 你也表現得非常棒 加油 加油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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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